晚上約哪 不知道 那要吃什麼 都可以啊 去攤要去哪 你決定就好 是不是很討厭 不知道都可以 你決定就好 從現在開始 不管你是一個人 兩個人 還是很多人 跟著地球跑 一起去找 好吃 好喝 又好玩的地方吧 今天五點以後要去哪呢 又是一個三毛巾的問題 我是地球李嘉文 我們終於離開了 中山區跟大洪區了 哈哈哈 今天我們要到的是大洪區 完完全全沒有去過的店 有點算是來採點 要吃什麼 喝什麼呢 跟著我走吧 我們先去第一攤的是 阿鷹羊肉羹 這一家在大洪區 富仙南路二段 然後它這邊有便當類的 那它的漱口羊肉便當裡面 有很多青菜 那裡面是沒有白飯的 所以吃起來是比較健康養生 然後還有湯湯水水 就是青根 肉羹 羊肉羹 綜合羹 羊肉乳肉 控肉 還有很多小菜 藍色就是要點羊肉羹 油豆腐香肉 我在網路上看起來 蠻好吃的感覺 所以這個要點點看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最簡單不過的 乳肉飯加荷包蛋 安羊肉羹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當你點完餐單結一結之後呢 你可以來這邊抽塊 抽免費 最好是在那個廟裡抽籤的感覺 好 啥都沒有 我抽到的是 事業順利 財運亨通 我想找到一隻免費的 有一個大滿足 這個就才是免費喔 事業亨通 這個是沒有抽中的 可惡 沒關係 來吃東西本來就是要付費的 那個只是讓你覺得 嗯 有賺到的感覺 那你現在覺得我應該會先吃什麼 我要先喝湯 這是我個人習慣 它的羊肉是有加沙茶 嗯 我有一個朋友 他以前開業賣那個羊肉乳 他說 如何做出這個沒有羊燒味的羊肉乳 在選料的時候就很重要 這些肉商 當他們把肉送來的時候 你如果在挑選的過程中 他本來就已經沒有什麼羊燒味了 基本上那個就是品質不錯的 羊肉羹的羊肉是薄片的那一種 它是一片一片的肉 但是你會看到他的這個湯 他的那個勾芡沒有加很多 勾芡沒有那麼多 吃起來也比較健康 然後再來就是要吃他的滷肉飯啦 他的滷肉飯比較踩 肥肉比較居多的 吃起來比較Q 膠質非常多 現在先吃原味的 等一下再來試試別種吃法 他這個乳肉 就跟那種古早味的那種做法一樣 他不是那種肉手 你看他這樣整個煮起來已經是 整個爛爛的 軟爛軟爛的 這一定是煮非常久才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那我們來吃這個油豆腐香肉 先吃吃看他口感 他這個油豆腐香肉 裡面的肉是用瘦肉 吃起來比較紮實 然後再搭配外面這個油豆腐 吃起來會很滑順 他這個做法有點像是那個淡水阿芽有沒有 淡水阿芽外面是油豆腐 但是他外面會再用一層那個魚漿把它包覆起來 淡水阿芽是用冬粉 那他這邊是用肉 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應該在別的地方看不到 既然滷肉飯要點這種半熟蛋 他的吃法就是要 把它弄過 然後讓這個蛋黃的汁液 攪拌在滷肉飯裡面 趕快來吃一口加了蛋液的滷肉飯 太好吃了 這是傳統滷肉飯的第二種吃法 第三種吃法 我會加一點烏醋 然後再加胡椒粉 它是辣椒粉 我拿錯了 這才是胡椒粉 肉跟湯 基本上一定都會加白胡椒粉 還有烏醋 就跟吃麵線一樣 一樣攪拌之後 嗯 你們要試試 原本已經做得很好 滷了很久的滷肉 多了一點烏醋的酸感 然後白胡椒的香感 香感 好像在罵髒話齁 基本上有看我影片的人都會知道說 我都會去拍他們的廁所 但小吃店我比較早拍 為什麼 小吃店它比較不像餐廳一樣 它會把廁所弄得比較素食 我要去他的廁所 天啊 乾淨 所以在裝潢上面你會覺得 老闆也是很講究的喔 然後店裡也放了很多的漫畫 老闆應該是個漫畫名 我這樣點這三個齁 以我來講分量是剛好 可以吃得清潔溜溜 好 請來吃一吃 終於請老闆來坐一下 聊天一下 老闆就叫阿英嗎 我叫石頭 阿英是我媽媽的名字 附近那個阿英台城州 就是你媽媽 對 那我媽媽 那她本來就有在賣羊肉羹嗎 20年前 所以你就把這一道 獨門絕學拿來這邊賣 對 因為小時候我愛吃 那為什麼不叫石頭羊肉羹呢 因為就是我媽的東西 跟她學所以說 一樣用她的名字 這羊肉是有特地挑選過是不是 它沒什麼羊燒味呢 主要是用那個滷香還有花椒 跟薑跟米酒 下去把那個燒味蓋住 所以它比較沒那麼羊燒味 那這滷肉我吃起來 也好像是燉很久了 豬皮下去熬那個膠質 所以再黏黏的 所以那個黏黏是膠質的 對 就是用豬皮 再另外去熬那個膠質 所以豬皮都融化掉了 對 還是看得到一點點 對 加肉粿 所以味道會 跟一般的滷肉飯不太會一樣 網路上我看到 很多推這一道 對 因為這個在其他地方 幾乎是沒看到 對 比較少一間 對 這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對啊 每天早上自己做的 這應該是所有的客人來都會避免 對 對 算是我們招牌小餐 因為還蠻費工的 你要把它好好塞進去 又趴破掉 我的運氣不深齁 沒有抽中 所以要抽中大滿足才有免費 對對對 如果人家抽走 拿去用完之後 你們馬上要再補進去嗎 沒有 那一個餐期就是會有兩隻 裡面有七十雙筷子 了解 那我懂我意思 等於說這飛行機 如果有人抽走的話 對 那就沒了 對 這餐期就沒了 真的要保證自己有辦法抽到的機會的話 你就要早一點 那怎麼會去想到這個遊戲 就是希望這家店變得有趣一點 那時候我就是看了一本書 叫小提不敗 那本書是日本人寫 然後它就是 讓大家覺得這種小店 會讓人家覺得溫馨有趣的話 其實這家店可以開比較久 大家比較喜歡來 然後就想說自己拿餐具 有些人不喜歡 對 但是弄這麼可愛的活動的話 其實大家會自取餐具 然後下次學長會去拜一下 你這個是要特定做的嗎 對 請人家雷射雕刻的 我在網路上我看到 有時候老闆有沒有 還會去北車 做些便當 請人家吃 對 就六日休假就會去發 有空我都是去做最有便當 在這裡包一包 然後送過去 你看老闆做這個羊肉根 做滷肉飯 假日還會去做 付出回饋社會的事情 這家店一定要來 謝謝老闆願意今天讓我們拍 謝謝 可惜沒有抽中 下次就再來抽中看 對 好 謝謝老闆 先忙 謝謝 我吃完阿英羊肉根了 剛剛在這邊點了 沾一樣大概 消費不到200塊 也算是非常經濟實惠的食物 只要你有到大安區 復興南路二段的話 一定要來吃阿英羊肉 吃完羊肉根 吃完羊肉根 我們今天要去續發要約哪裡呢 今天要去的也是一間 精釀酒吧 在上一次的 欸 欸 欸 到了欸 才幾步路而已 我餐廠都還沒講完